9月12日中国男排迎来了本届奥加利亚男排式锦赛的第一个的对手法国队,法国队的实力也是相当强的,他们是有着独冠的资本。 中国男排这次有江川败队,同时还有很多年轻的球员,最终中国队赛和对手楼战了三局遗憾,B0比3输给了法国队,三局比分分别是B20 21.25和17.25,男排式锦赛的赛制是6个小组球队出现3个,所以中国男排还是有机会的。 今天的这场比赛,我们看到了男排的实力,这不是参加亚运会拿下第九名的二队,而是绝对的主力登场。 首局比赛中国对开局不错,只是后期进攻出现,那一些问题导致遗憾的输了球。 第二局在对手拿到局点的时候,中国男排展现出来,坚定的品质连续得到4分直接将法国主帅叫了暂停。 可惜因为之前落后的多菜遗憾的输了第二局,第三局中国队的状态不是很好,开局依旧很糟糕,最终有点无悬念的输给了法国队,中国队的也有不足。 就是进攻中,一船不如对手强悍,就在面对法国队的时候暴露的都这么明显,之后打把巴西南排希望也的确不大。 所以对于中国队主帅来说这点问题还是需要解决的。 还有一点是中国男排,有点过度依赖江川,法国队有重点研究江川的进攻,这也让他在开局打得很不输球。 其实在首局中国队和法国队相比,此时等都差不多,唯独进攻这块差了点。 所,以现在的进攻是中国男排的头等大势,面对法国队这样的强队,我们的确是不奢求可以击败对手,展现出韧性并且找找状态是最为主要的。 想要的这个小组终合法国男排以及巴西男排争夺确实很难,但是在面对荷兰,埃及和加拿大的比赛还是有机会的。 中国队在之后还有近期的希望,当然洛萨罗的主要目标在于东京奥运会,这次的保加利亚男排市井赛也是一次很好的练兵机会。